郭忠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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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副教授 郭忠祐 介紹 我們要感謝副教授把這一系列的演講 讓我們有期會把我們這些網友說 原來我們在中興大學有一個系列的演講 這系列演講的主題非常好 而且每一個人都是當代的大咖 那當然是大咖勿命 只是這麼冷自身 結果其實我們第一場的演講的經驗 黃教授 就是第一場的演講者來 跟最後一場的演講者來 來討論他們全數研究者 你看這是王教授 這就是第一場演講的王教授 他做了五生命的 來就上一下 先做一下 然後我們這一個演講呢 就是生物多端性 第一場的時候我就想說 找一個人做化石的人 現在比生物多端性一定很少是提到 化石的多端性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國內有好多生物結交 就讀生物的這個研究呢 像說中山大學做化石還大 對 在這些做化石研究的時候呢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根本不曉得早期 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那是什麼 王教授來跟我們講這個 現在看他那個 那個發現的東西 來請教先生的 這個我們的王教授 王文教授呢 就是 是不是 來找這些 這些東西是不是少配的 問一個這麼粗淺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要說 好 生物 它是一共有的構成 但是呢 就是人類定義出來的 所以早期呢 在古生物的時候 可能我們沒有 我們在生物學的定義 可能並沒有好 古生物 那我原古時代的這些 生物的這個 這個 定義 把它包包進去 所以現在還要再做這樣的 這個協調 對 最後來才會產生另外一個 對生物的定義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 在打這個目的段經驗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這些生物為什麼有辦法 在這麼長的時間 長久裡面 一直延續下來 因為他們的適應生存能力很強 那適應生存是什麼 就是一個生物 要你的存活 所以只要它的生命現象 都會產生的 這個 能夠適應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 生命現象就是 包括這個生物的測驗 那生命現象是什麼 有沒有知道 生命現象是什麼 對 來 坐 他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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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成長 來 不知道 有沒有想知道的 對 很不錯啦 好 給他們鼓掌 就是 他們會動 一個是營養 會成長 對 一個是 運動 然後 感應 對 身體 這感應比較不容易 體會出來 因為如果 如果感應不明顯 譬如說 如果一個小孩生下來 肚子不會餓 那就不會想要吃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然的話就是說 他如果 譬如說 他這個尿濕了 他不會天然不舒服 他就不會哭 就沒有人來理他 對 這感應 還有呢 他知道一個苦苦的東西 他也不會把它哭掉 對 他可能就 開始吃苦的 以後他就不會胖吃苦 對不對 這些感應 好 然後最後呢 最重要的是 他能夠繼續發胺子 所以生殖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現象 對 這些生命現象呢 你都有辦法 在你的生殖策略裡面 表現得非常 傑出 才有辦法存活下來 對 就會這麼多生物 存活下來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看到的生物 都一樣是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請到黃偉隆教授 要來講這個 掃類 其實呢 我所知道的掃類呢 都是 就是 所有的東西都跑到嘴巴裡面去 可是我跟他認識以後 我發現說 有時候不小心 你在外面 一個石頭一做 裡面就 做好之後 找了 你牆壁一靠 就有找了 樹幹一靠也有找了 很奇怪 以前我們今天調查的時候 想知道 到骨蟲網 我去抓骨蟲 到骨蟲去抓 做植物人 還要撿葉子 撿樹 他就拿一把牙刷 牆壁刷 樹幹刷一刷 石頭刷一刷 他就炒到很多的掃類 我們都以為 掃類應該在水裡嗎 一定要在海裡 對不對 樹上也有對不對 好厲害 所以這個可以說為可避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在課長口就是希望 我們的民眾 所知道的掃類 來這裡做一個工程 各位很幸運 你如果讀了很多書 你還不如來聽王教授 他從頭被你講一次 你就會知道說 到底 你真的 找累了沒有 我常常跟他講 累的話 就是很累的意思 對 你找得很累 他很輕鬆的來告訴你 那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王武朗教授 謝謝 謝謝 楊教授 其實他也是我的學長 常常以前都是 也是跟著學長到處跑 好 好 各位 在場的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午安 午安 午安 還有這麼小的生日剛睡覺嗎 午安 午安 這樣才有精神 好 好了 好 這個題目不是我定的 這個題目是我這個學長說 他問我說要定什麼題目 我說都可以啦 他突然就突然講了一個 你找累了嗎 其實這個題目我覺得還蠻棒的 因為 以目前來講 我常常都會講 不管在場的各位 你從小學 中學 到高中 到大學 或是你進入社會裡面 其實在小學的課本裡面 講到的 杖類知識也是非常少非常少 所以你們今天 能來這邊聽 聽到了 是你的氛氣喔 然後裡面 其實剛剛那個主觀 剛剛也給我 揮一顆小獎品 本來我自己也有帶獎品 既然他們有獎品 就由他們來贈送好了 好了 我常常都會用這句話 藻類是什麼 什麼是藻類 蛤 藻類是什麼 藻類是生物 不行啦 我的鼻子在這邊來給他寫 藻類是生物 藻類會動 你怎麼知道會動 我現在先問這樣子好了 你怎麼樣去區別動物跟植物 你怎麼區別 動物就每天都在動 這是對的嗎 再來 再來 植物呢 答對了 答對了這個可以給講點 太厲害了 我有些時候也問大學生 我說 你怎麼去區別動物跟植物 我跟他講說 小學生可以講說動物跟植物的區別是什麼 動物會動嘛 植物就不會動啊 對不對 可以形狀的作用啊 植物怎樣動 身長也是叫做動啊 不能這樣講啊 然後到了 國中以後 動物跟植物的區別怎麼樣區別 這邊有國中的 國中生嗎 好 好 那就大學生啊 動物跟植物有什麼不一樣 這邊有大學生了 又不回答我 好 其實 從小學了 當然我們的定義可以給他很簡單 就是會做活動 就是動物跟植物 可是到了中學以後 你一定要再講說 植物 它可以形狀的作用 或是它具有細胞壁 動物是被細胞壁的 這當然就是到中學的層 這個層級 到大學以上呢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很多的不一樣 看你要從哪一個層級裡面 進去看 我就不講了 所以在這邊 你要點藻類定義 其實也是很 不像我們這邊寫的 你看喔 它是很難用一個很狹隘的方式來定義 所以我一般來講的 你看植物 就是你可以 形狀的作用來採用 對不對 動物就會動啊 所以 找類似 從往這邊來看 就可以 包括很多種不一樣的 那個生物類型 而且你可以從 用肉眼看得到 或是你用肉眼沒辦法看到的 單細胞 或者說 可以長到十幾公尺 那麼長的昆布 就是你吃的那個海帶 講功夫 有些人聽不懂 但是你要講海帶 你就知道了 想要吃到來是海帶 但是你看到的海帶是怎樣 都是已經變成一卷一卷了 就是海帶卷了 然後這些 都可以等 叫做長類 而且這樣我們講 像原核生物裡面的藍綠菌 可以嗎 你有什麼嗎 你到了 沾合生物 其實 也有 就是 其他的部分就是 沾合生物了 所以說 到底 找類是什麼 有誰可以告訴我嗎 海藻 只有海藻 待會你再聽下去你就知道 不只只有海藻喔 海帶 不只只有海帶喔 還有 還有咧 因為我今天 今天來的 大朋友很大 小朋友很小 所以其實我 很難的去 去講說到底要怎麼樣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是這樣講 除了陸地植物以外 一切能行產氧光合作用 就是說 它可以光合作用 可以產生氧氣的 這些 而且它是 在潮濕的環境裡面 或是水溢的環境裡面 一些 原核跟真核的生物 那小小的朋友喔 你要問我 原核生物跟真核生物 那我就暫時不回答了 因為以後你們一定就會知道 所以 藻類不僅像 植物推行光合作用 而且它像動物 也會動喔 後面還有題目啊 你們一定要注意喔 所以 而且有些藻類 也會設施其他的微生物 所以說 待會你們要注意看一下喔 那 在這邊我們講說 為什麼我們要去了解藻類呢 你們覺得咧 為什麼我們要去了解它 為什麼我們要去了解它 要去知道它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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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零禮物的機會喔 你看我都寫在這裡了 它是其實 它也是一個 多樣性很高的 剛剛我們王教授還講 什麼多樣性 找那些多樣性還很高喔 而且你在各種的生態環境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 對不對 當然跟我們生物這麼密切 生活上這麼密切 當然一定要去了解它 而且可以當作我們的食物 可以當作飼料 而且它叫 假設 那個假設 它生長太多了 也會危害人體不健康 後面會介紹 然後你的是會影響整個屬於生態 讓它具體結構 而且在生物圈裡面是一個 叫跨學元素 一個重要的跨學元素的其中 可以做做醫藥開花的材料 而且 現在在這邊 是一個 最行人可以當作 探古桌 或是 那個 探蜂巡的主角 這個就是說 以目前來講 其實也是很夯的一個 一個主角 就是說 探 公主 探 沒錯 就我們一般說起來 我們叫做 CCEX 所以這些 真的是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才需要去 對它 多做了解 好 好 那你印象中的 藻類是什麼 還是什麼 海草 嗯 海草 跟海藻 還是有一點點 小區別的 你就是要回答我 講大聲一點 那我是聽到答案 我就可以給禮物喔 好不好 你印象中的藻類是什麼 可以吃的 什麼吃的 不能吃的是什麼 可以吃的是什麼 海帶 海帶這個已經講好幾次了 還有咧 可以 怎麼樣 附身在其他 其他 是活的還是死的 上面 活的 好 這個 回答得很不錯 已經雖然領過 但是還是可以再給獎品 他說第一 所以第一是 什麼跟什麼 的共生 真君跟長輩的共生 太厲害了 你是幾年級啊 六年級 六年級 OK 讚 我們要鼓掌 太厲害了喔 我這邊寫的這些其實很多是引用我們那個學長寫給我的一個句子 當你走路跌倒的青灘滑滑的是什麼 你走路 像 你目前來講 我們鄉下地方的小孩子齁 走啊走啊走啊 要去到骨頭 怎麼說要遷移 什麼叫做遷移 青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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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前有人會講 青灑就是藻類啊 但是這個定義這樣是太不可以這樣講的嗎 青灑 我們青灑 你到底骨骨那是藻類沒有錯 而且裡面最主要是什麼藻類 裡面裡面最主要是我們才來藍綠藻 因為藍綠藻為什麼要滾滾 因為它它的外面有一種礁石的東西 所以你撞到會滾喔 再來 藻片來自小小的藻 是健康值得 有吃藻片來請取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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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廠 台灣廠的每一個廠都很好 所以我就說 不要建議你買國外鏡頭買台灣的就好了 你覺得我會沒有吃過嗎 而且我吃很多 好 那再來 其實 他講在這些藻類在水域裡面 生長過度的話 他會叫做藻花 什麼叫藻花 後面會稍微提到 這邊就比較好 也是變成有害的 而且會變成污染玉的一些人兇 所以藻花你看這一張 其實我是 這邊我大部分都用我的圖 所以有一些是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你看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看起來 那個水域裡面看起來 就是怪怪的 那這個裡面其實就是 裡面的藻類 大量的生長 就我們就要把它交動 而且它是地球 探捕捉探空族的大公主 然後你再找一找 河中有藻 池中有藻 哪裡沒有藻 你們可以看喔 你看像這個 也是藻類它還是很多了 所以說其實你 應該講說到處都有藻 為什麼這樣子 大黑文 我會給你介紹 然後在這邊 叫來一個 小黑文又從哪裡走 先試著找藻 北部 台北這邊 沒有小黑文 可是你到花蓮 排中 彰化 或者是 這些地方 小黑文是很嚴重 那小黑文是不是蚊子 他就寫了一個小黑文 是喔 是就沒有搞對了 小黑文不是蚊子啦 所以它就長了 這雖然是卡通圖喔 可是你看 它的 肚子長得 不是長這麼大 它吸一血 吸一飽飽的 我們這邊剛好有一個 我的學生喔 他以前就是做小黑文的 要怎樣抓小黑文 你覺得要怎樣抓 那就抓不到了啦 因為喜歡吃 很小吃很小吃很小吃 他們就是黑文 或是黑金公 他是犧牲他的腳 這樣扭起來 然後 用 小腿肉 來餵他 然後在幹嘛 用 用工具把他吸 用工具把他吸起來的 所以 以前他那個 醫師做時間來抓 抓幾隻你知道嗎 要抓 太少了啦 醫師要抓五六百隻 然後他被吸的 為什麼 會不會養 當然會養 啊 然後我們當然會養 我們會很快 那時候 是有建議當中 你要用冰塊 給他冰烏烏 就會比較不會養的 那種情況 所以說 為什麼 我們這邊講說 你要找小黑文的幼蟲 要來找找那個呢 因為 小黑文的幼蟲 幼蟲 是吃藻類的 所以我們就 他以前他做時間的時候 他就 用藻類來 他叫 軟骨化 用小 那個 他的幼蟲 就用藻類來餵他 那其實他 小黑文的幼蟲 喜歡吃 來弄藻 他喜歡吃雞 最喜歡吃的是 藻類棗 但是我們 我實驗是 我那時候 我沒有提供他 藻類棗 我們是提供 小手掌 你看 照樣吃喔 還得吃的耶 很愉快吧 好來 這個 就先跳過 因為這個 再講下去 就沒有了 在這邊就是說 我們的棗類 我們有的叫 藻類具 他是有的生物 這邊一刀畫過來 其他的藻類 都是屬於生物的 好 這位在講說 藻頭怎麼會看過 石頭怎麼會長喔 為什麼 這個 有看到嗎 因為是藻 你怎麼知道 他怎麼藻 真菌的菌絲喔 還有 還有咧 真的喔 在石頭上面 有個 長頭髮喔 這是海藻 這是海藻 你知道我今天要講藻類 你每一個都跟他講海藻 那每一個都對啦 怎麼辦 好 為什麼會長頭髮 好 就是這種 叫做 閃藻 好像一個小魚神 那樣 這邊就是他 裡面的部分 就像剛剛前面那一張湖 有沒有 很多白色的 好像頭髮那樣 其實 是藻類沒有錯 就就是說 我們叫做 綠藻的 一個叫 閃藻 好 好 這海藻的樹 你看看那兩個人 那個姿子 不會點到底怎麼一回事 這個是 撿褐色喔 唉唷 味太厲害了 這一顆 就是我們講的 八尾藻 就是海藻 大型海藻藻 一種褐藻 好 這個是 山胡椒嗎 金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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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粉花都吸收進去了 感覺不錯 好 這個 你看這個 圓柱狀 這個 還有這個 一整塊 這是山胡椒嗎 這個 不是山胡椒 比較有名的一個例子 是在沙里灣 澳洲沙里灣 他們叫做蝶層石 然後這是在我們台灣風吹沙那邊的蝶層石 我們也有蝶層石 像這個柱子都住到我後面也會有介紹 然後這個是一整塊包在那個珊瑚礁外面的 那什麼叫蝶層石 你待會後面會有介紹什麼叫蝶層石 其實蝶層石也是藻類所造成的 所以堆積出來的 好再來這是海綿嗎 是啊 不是喔 你怎麼知道不是 海綿怎麼會在海裡 海綿怎麼樣 不會在海裡 它怎麼跳到海裡 因為它可以吸收水 可以吸收水 看這個不可以吸收水嗎 這個是 不是海綿 它是一種藻類 叫做蝶王藻 長得很像對不對 那這個是石頭嗎 不是喔 那是什麼 蘑菇 蘑菇 喔這個有像蘑菇喔 那這個咧 林枝 林枝 唉唷 那越講蘑菇 掌位就真的越有前途了 好 這是我們講的叫做 蝴結山蝋藻 或是蝶狀山蝋藻 就是說 假設大家有稍微 關心一下在桃園藻礁了 就是蝶這種的藻類 叫做蝶狀山蝋藻 或是蝶狀山蝋藻 是藻 不是石頭 喔 OK 再來 這是蝶狐嗎 有一點點像喔 那是不是蝶狐 這個 這個是不是 還是這個是不是 上面的應該是 上面的應該是喔 上面的應該是喔 下面不是什麼 下面是什麼 下面是什麼 我告訴你們 上面這個也是藻類 下面這個也是藻類 這叫做麒麟菜 你看到了 藻的那個山蝋 在旁邊這個 這個才是山蝋 所以你長這個的樣子很像 大家看到那個走孔山蝋 路角山蝋 就路角山蝋就 長得好像那個 路角狀的齁 所以你看 你看這個人 欸 一條像山蝋啊 可是不是喔 到海裡面 你可以看到 你拿一折來 看裡面是有膠質的 你就沒辦法拿不去喔 好 那藻類 真的是 過央性很多喔 有沒有看到 不管從濕狀的啦 或是單細胞的啦 或是多細胞的啦 或是它會飄動的 或是它固濁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種的樣子喔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怎麼樣怎麼去去乎這些藻類 喔 我們有時候會很簡單 第一個 一個是微小的 一個是大型的 那微小的 有一些是浮油的 就是說它是被動的 會飄在水裡面 它是飄的 有一些是附著的 它會附著在 剛剛也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 附著在石頭上啊 或是附著在其他的 動物植物上面 好 好 那有一點 另外一些就是 這一個很大型的 它一定是 附著在機子上面 看什麼機子 硬的有石頭 有石頭 OK 都可以附著在上面 然後根據它是 這個環境當然有的 就成為 淡水灶 或是海藻 海藻 當然就是生長在海裡面 喔 好 再來 所以這邊講 來 它有一些是 會被動飄露在水裡面 有一些它具有邊毛 指動的活動 有一些它會固著在 基石裡面 固著在自製表面 我們看這個 這邊的標準 C 就是這一種 是球杖 H就是這個 細掌 然後 被動飄露 比如單細胞 就像 豬這個 小球杖 喔 一顆一顆啊 球那樣 齁 然後再來 絲狀的 絲狀的會 的那個 狐幼的藻類 比如像 A A這邊的話 是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 類似 螺旋藻 這一類的 然後再來 群體的 狐幼的 比如說像 B B這個是那個 微小的 群類藻 這種 然後再來 就是 B B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那種藻 OK OK 好 那另外一個 我們叫大型藻 大型藻 剛剛講的 前面的微藻就是 你用肉的 你是 看不到 你可能需要 用什麼鏡 才可以看得到 然後這邊後面講 這大型藻 如果你去海邊 你就用眼睛 你就可以 看得到 可以踩得到 比如說像這個 海螃蟹 這個海螃蟹的話 就會有小隻的 黏在一起 好 這種是鼻音 然後我們再來 就是說 有一些 鼻漆 固著性的海藻 我們 KLM 這一點 就是我們講的 海裡面的海藻 他是固著性的 好 那我們 要怎麼樣來 分配這些藻類 你當然可以用一些 比如說 你可以用他的色素 可以組成啊 你可以用他體內的 組成物質啊 他細胞圍性的 構造 非常的有 所以所有的藻類 都一定有 葉綠素A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在藍綠藻這邊 他還有 葉綠素D B跟D 然後 然後 我們再來看 這邊啊 那 那 主存物質 當然這邊是藍藻電 然後 還有其他的 藻藍是 藻藍素 藻紅素 所以 你可以區別出來 然後 以前 葉綠素D 會被歸類在 紅藻裡面 但是 現在發展 紅藻裡面是沒有 葉綠素D的 好不好 但是 現在已經歸類在 藻藍素了 然後 2010年 有一個科學家 發表了另外一個 葉綠素F 他是哪一種藻類 他具備有 葉綠素F 這個 誰可以回答 你知道嗎 葉綠素 我這樣 聽著 因為 因為藻類 藻類 藻類或 高等植物 他具備有葉綠素 所以他可以 形光的作用 葉綠素L 他可以形光的作用 那其他的 這一些 葉綠素B C 或是F 或是其他的 這些 這些色素都是 當作他補助的色素 做光的作用的 一些補助的色素 所以 葉綠素 有人要看到我嗎 沒有 我就要講下去 他是在 藍綠藻裡面 發現的 而且是在 疊層石裡面 發現的 就是我們剛剛都講的 在台灣沒有疊層石啊 然後他是在 沙魚灣那邊 澳洲沙魚灣那邊去 發現的 他是在2010年發現的 所以 那其他的 種類 其實 有很多 就是說 他的具備了 有哪些物質 比如說像 這一類的 我們講的 細藻啦 或是 那個 金藻啦 或是 特藻 他們其實都具備有 葉綠素A跟C 好 所以他的 那個 儲存的物質就是 金藻 海藻 多塔 那紅藻 就比較特別 紅藻 變 不一樣 然後 在後面的 這個 還有一個 螺藻 他具備有螺藻 變了 所以 就會 各種的 藻門裡面 他就會 各式的 不一樣的 所具備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可以 根據這個來 做區分 這些藻門 好 好 講那個 比較學術的 你應該 比較聽不懂 那我再來問 找類會運動嗎 好 對喔 唉唷 然後我再給你獎領 要我哪些找類會運動 喔 我還沒講 你們要可以先告訴我 就先有 獎領啦 好 他是做哪些運動 會不會跑步 不會喔 要不要做什麼運動 蛤 有 有 有 怎麼樣有 跟著水漂不算運動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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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毛 打對了 唉唷 厲害厲害厲害 來 好喔 我們現在就開始介紹了喔 我稍微解釋一下 不是 你沒有注意喔 沒有專心 哈哈 好啦 要看喔 好 上面幫我按一下圖片好不好 唉唷 在動了咧 這是什麼藻類 做的是什麼運動 攀爬喔 唉唷 那我現在換紅蕾呼 這不能叫幫忙 這叫什麼運動 這是藍律長的 這個 他是做滑行的 有沒有好像 雖然他跑得很快 就呼呼呼呼 可是他是做滑行的運動 好 好 再來 這是什麼 可能 一般來講 都是比較普遍的事啊 這是 細藻 而且 你看龍蕾是在動喔 不適服喔 那個鍋片我跟他動 他才動的喔 他真的是在動喔 好 我們看最中間這一條 有沒有 有沒有 一直推 然後旁邊的也有在動的 有沒有 你看這一隻 對上面 這個 對 上面 這隻跑掉有沒有 做什麼運動 好 剛剛我們 為什麼叫細藻 沒有人要回答我喔 好 好 細藻喔 因為他含他的 盒片是 直的構造 所以才叫做細藻 而且他是像我們 以前的那個千里 有上下蓋那樣 他上下蓋 他這個運動 他就會 利用他這個 有一點壓縮 然後 一些 把一支水噴走 所以他會做滑行的運動 這是細藻喔 好 來 再按一下 你看喔 這個跑很快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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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扁我掌 而且他是做了什麼運動 剛剛 油油油動 為什麼會油動 不是 不是 我說他 用什麼樣的工具的道具來讓他可以流動 蛤 鞭毛 又答對了 這個很快喔 這裡這裡 衣物當然很多啊 邊毛 唉唷 又有另外一條 太好了 你看喔 他這個就是做邊毛的運動 然後你看他這邊有一個圓圈這個 其實這個其實也是那個藍綠爪 所以說 他是有一些是做很重的戰動 然後他這邊也有一個細爪 其實他也是在動 因為有一些藍綠爪 就釋放這個 其實也是在 雖然有些還要對他的動作 但是事實上他也是有在做滑行的 或是正的 戰動的那個情形 好 這是 點螺 點螺爪 好 再按一下 這是要看的是 眼球 螺爪 有的叫螺爪 歪眼球 好 他是做什麼運動 滑行 滑行 不是 游動 怎麼樣游動 轉圈圈的運動 很好 其實他是 眼床或是螺爪 他是做邊毛的運動 他這個 在他的這個地方 他會邊毛出來 所以他會 讓他可以運動 可以轉動 然後我們更仔細的 再看到畫面 有沒有 這個是做什麼運動 這個 你看這一隻 什麼運動 我們楊教授說 變形蟲運動 什麼運動 你看他把它縮起來 然後再往前推 所以他是做伸縮運動 我們沒有把它叫做 變形蟲運動 有沒有 這個更清楚 他是往前推 而且 你看喔 他為什麼把它拍成紅紅的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假設牙目那個 光線太前 他就不動了 他就會變成一顆眼球 他就撞在那裡 好 再來 就這樣 我們講了 有哪些爪在那邊說 藍綠爪 四爪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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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爪 螺爪 太厲害了 已經打對三個了 讚給 所以你看喔 他已經打對三個了 有沒有 藍綠爪 細爪 甲爪 還有螺爪 好 做哪些運動 好來 伸縮 伸縮 滑行 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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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嘛 都 都可以打對 怎麼叫做啊 上面上面 上面 還有這位 沒問題是這樣 很認真耶 上面都不回答 回答了幾首 來 二人 沒回答 所以你看 藍綠爪 他可以做戰鬥 或是滑行 祭爪也是做滑行 然後那個甲爪是鞭毛運動 所以螺爪也是做鞭毛 或是伸縮 變形的運動 甲爪在這邊的話 講 有時候我們叫甲爪 因為它外 外殼是一個殼狀 然後我們甲爪有時候 會叫做窩鞭毛爪 或是雙鞭毛爪 所以甲爪 它的有兩根鞭毛 一根是纏綠在腰部的 一根是往後面的 所以它的運動 其實運動很厲害的喔 這是我沒有那樣的圖片 但是我這邊 確實都不知道 好 哪裡有找咧 這個要答三樣 我再給講 好啦 等一下 這邊的選擇 嗯 獨立跟獨立 還有選擇 好 答三樣了 可以 再來還有 還有 不只啦 欸 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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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哪裡 等一下 先給 上面有嗎 好啦 大喊 再講 還有 要講三個啊 三個 聲音 聲音的哪裡 還有 樹上 好 再來 再一個 再一個 再講一個 再來 再講一個 再講一個 可以啦 還有 還不只啦 啊 牆壁 還有 要講三個 還很多耶 屋頂 好啦 順體隊啦 再來 再講一個 地板 哪一個 超市的地板 哪一個地板 超市的地板 超市的地板 好啦 算你對 來 水溝 好啦 也可以啦 再來 田裡面 假設你這樣 跟我講說田裡面 我就要問你 田裡面是什麼棗 卡會長 卡會長 你知道我行 那卡會長 卡會長 好吧 你算對齁 這個厲害齁 這個六年級了 好 來 你只好可以這樣回答我齁 所以你想得到地方都有它的蹤跡 為什麼這樣講 各位可以看一下齁 你看齁 其實它呼吸很短 有的是呢 有水的環境裡面 木上水石海裡面都有 樹幹啊 牆地岩石 動植物身上 土壤裡面 冰箱 都有 你看 冰箱也沒有講到啊 對不對 或者說 沙漠裡面 溫泉裡面 雪地裡面都有 你看還有很多答案 你們都沒有講啊 好 它也在空氣中 在雲裡面也有 你說 教授 我怎麼知道它在空氣中有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假設是你 你沒辦法去證明 什麼空氣中有 你不能給我講說 我拿一個環子去撈啊 怎麼撈得到 有什麼辦法 蛤 好來 你怎麼樣 這種空氣中有什麼 蛤 用紅外線 用紅外線喔 紅外線怎麼看 用血 用小尾鏡 用小尾鏡 小尾鏡有沒有卡空氣中的 蛤 拿一個器皿 然後裝一些空氣中 他把它添加密 要先前半更多 人在家的 拿一個器皿 拿一個器皿 把一些工氣中 放在那個器皿裡面 然後放在什麼裡面加密 可以說對一點點 我再幫你補充 你拿一個氣泥 裝一些滅過菌的水 然後你把它放在 譬如說放在各個地方 是不是早一點 你就會成這樣到你的氣泥邊來 那你就可以 像我實驗室的學生你做過 你放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你就覺得就看到 水裡面就有綠綠的 那你再拿去水 你進下面去檢查 還是給獎品 人家一定講對 但雖然他領了很多 先存在這裡 他是不是很讓我運動的 而且我們覺得說這些藻類還可以跟其他生活共同生活 比如說剛剛也有 那個小朋友講到 第一就是藻類跟聚類的共生 哪裡 他講的是最好的 欸 好 好啦比較近你自己過來啦 過來啦 好 可以看喔你看在這些的環境裡面 溪流啦 或是池塘啦 水壩啦 裡面其實都有 然後在這邊 你看喔 這邊危險 為什麼說危險那邊也有藻類 為什麼危險有藻類 因為很危險說有藻類 好來 為什麼你 為什麼這個危險那邊有藻類 蛤 蛤 蛤 欸 聽起來了 立起來怎麼會喔 有蛇 你看它綠綠綠的 這上面綠綠的都是藻類啊 然後你看這個石頭上面 這個走邊都綠綠的 這也是藻類啊 等一下喔 好 這個穴巴上面這個綠綠的也是 就是在 河口的地方 半淡神索的地方 你看上面這個湖 在這邊這個綠綠的 假設你可以告訴我 這一種湖在這邊的藻類是什麼藻類 給兩分獎品 喔 你真的會回答喔 太厲害了 來 什麼藻類 不是青苔啦 什麼藻類 這個是 我在 好啦 這邊也要回答 太厲害了 什麼藻類 共生藻 不是 不對 在那邊的齁 其實我也是很好奇 所以我就從海邊那個 那個半淡神索的地方 等下沙灘上去這裡 抓了 就回去 然後就是裡面看 這個是什麼藻 綠藻是對的 綠藻 我們講的是 應該講說 變醜 躲著 他是喜歡在這樣的環境 有沒有 這是因為我有看到 我才敢這樣走 你說我拖這個DIY蛋 當然不是叫你去DIY 請你們看 這個屋頂 他的屋頂上面 有多綠綠的 這個都是 而且 我可以告訴你們 像在這邊的 這個危險的 然後就是 籬巴上或是石頭上 或是這邊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 小球掌 那個小球掌 也比較能耐桿 好 這是蠻疆 蠻疆王 蠻疆王 蓋裡面 他也是跟藻類共生的 所以 各位可以看他 右邊這個圖 右邊這個圖 他就很亮 沒關係 右邊這個圖 在這個地方 這是他的切片 好 在這邊有沒有 切片 然後裡面有 這個地方 這個槍式這個地方 其實他有 可以 他都拉過來了 然後再用 類似血鏡照出來 有誰可以告訴我 板江紅 是什麼 植物跟哪一種藻類的共生 有 有嗎 有嗎 大家知道嗎 這個 兩個小朋友都 有 有啊 我愛 浮屏 不是浮屏嗎 這個是蠻疆王 不是 浮屏跟蠻疆王 是不一樣的 市長 他是 他是 他是哪一種植物跟哪一種藻類共生的 其實這太小了 這太小了 看不到 他是蕨類跟藍綠藻 就是我們講哪一種 那種 魚心掌植生 藍綠藻跟 魚心掌跟蕨類共生 好 那這是什麼 珊瑚 答對了 你看 上半部的有一個 是軟珊瑚 好 下面這一個 有嘴巴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 什麼貝殼 珍珠 珍珠 不是珍珠 蛤棒 蛤棒 再放大一點 蛤棒 一般講蛤棒是 雙的 比較小的 是什麼 好來 哎呀你太厲害了啦 旁邊有老師告訴你 我知道 好啦你是打對了 車舉背 好 但是下圖的右邊是車舉背 下圖的左邊是什麼 這個 上背 蛤 上背 不是 你都知道右邊車舉背的左邊 你也要講說車舉背啊 你說欸 教授看起來都不一樣 我們要車舉背 請你還記得 這是 這是 這是他的外套模 沒有跑出來 像這個是跑出來 在享受日光浴 所以 我看他 就長出來了 為什麼 他會有這些顏色 就是因為 他裡面有共生的藻類 叫做蟲黃藻 所以一般講不是珊瑚嗎 他就是有蟲黃藻 共生在裡面 所以他才跟 請光的作用來去 用一些 他產生一些 營養的物質 給三人 去使用 好 那藻類跟 人類有什麼關係 對誰要先回答 要回答三個 好來 沒有啦 跟人類有什麼關係啦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很多個人 你先給別人 好啦 你看 等一下 你讓他 還下來 他不會喔 你怎麼知道他不會 好啦你告訴他 蛤 可以吃 唉唷可以吃啊 又來了 來 可以怎麼樣 他騙你們吃啊 好 算你夠了 再來跟人家講一個 好啦給你講什麼啦 我跟你講 跟人類有什麼關係 你看喔 就使用心而講 你想得到的都有 所以我在這邊把它 歸 歸類在 歸類在 十一 住前 愈熱 只要你想得到 都有想法 你看喔 下一個就揭曉了 有沒有 十一棒啊 大家講 你可以吃啊 健康食品啊 藥品啊 飼料啊 肥料啊 而且它是一個高營養 高鮮低脂 而且是 抗氧化 抗癌 抗高水質的 有這些錯 所以剛好不是講嗎 吃藻類 有這些好處 然後再來你看 柱 為什麼跟柱有關係 哪邊是跟柱有關係 海菜文跟柱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 我們在 建屋子的時候 在黏磁磚的時候 你在水裡面 你就要 霍一些 海菜文 為什麼要霍海菜文 有用意是什麼 有年輕 你看又答對了 太厲害了 你也拿好幾樣 很厲害了 來 沒關係 來 好 那再來衣服 當然有些海藻纖維 然後再來玉 當然在這邊我就會把它對待 你可以做 洋菜啊 你可以有藻類 電池啊 食物指標啊 化石藻類 以氣候變遷等人 就 都會在 教育什麼地方 熱 熱的話你看 有一些 藻礁啦 或是化妝品 藻礁 魚都是 可以在 那 行 為什麼跟行有關 因為 藻類可以去生長 生產一些 生殖柴油 生殖酒精 或者是夾碗清洗 可以用在 你的 那個 一些 交通工具上面 好 所以東有相關 好 這邊 你看一下 這個是石花菜 就說你叫 到東北角去 我們常常講 啊 焦灰焦灰 焦灰 焦灰 在這邊有寫了 石花洞 這是用 石花菜 去熬煮 去萃煮 去萃取出來的 焦石的東西 然後它解凍之後 你就可以吃了 這是 石花菜 然後就 從那邊採起來 會 在那個 水泥上面 為什麼要灑在那邊 然後怎麼後來 又會變成 白色的 其實它灑在這邊的時候 它顏色不會推的 所以你平常 一加進去 撒一堆淡水 讓它顏色可以推掉 推掉以後 推掉以後 這邊有一種白色 把它收集起來 這樣去 賣的 去賣的 然後 在這邊 這也是 麵條 這個麵條 這是它裡面的石花菜 還有 左邊這個 是石花菜 加石槌 然後 它是會有這種的麵條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 紅色這個標示的是石花菜 加石槌 木耳 然後 也有 用 活血藻 去做的麵條 其實非常的好吃 你們有機會 你們去 店商店裡面 我們都有 然後再來 就是 裙帶菜 就是說 你們一般 在餐廳裡面 常常會有 那個 海淡牙的湯 其實 它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 你們在餐廳裡面 看的都是 大多的湯 大多的湯 然後它些小小的 小小片子 然後這個是 馬尾掌 這是在 我們村那邊 我們家以前 對大布袋 大布袋有去採收 這個可以當作 降血壓的 藥物的那個原料 然後在這邊 這個是 我們講的那個 藥心菜 然後 這是在 我們在 金門那邊 才發現 因為 在台灣 都有記錄 但是我們找到 結果去金門才看不到 這可以當藥物 也可以 直接 可以吃的 這是 藥心菜 然後 好 來 再來 這是什麼 海苔 海苔 太厲害了 海苔是怎麼做的 海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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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講的都 有一點點 對 但是沒有正確 不可以給小米 哈哈哈哈 答對了 這個可以給 這個 海苔片 其實就是 紫菜 所以你看 它有紫菜 你看 你看這個是在 澎湖的 菇摩椅 菇摩椅 菇摩椅不是說 它長了紫菜 你隨便上去 你就可以 可以採 他們自己的一個 團體 然後他們就 每一家只能出 一個壯丁 或兩個壯丁 然後你就拿著 你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噴機 噴機 噴 不能任何的工具 只能用手採 然後 他 船到那邊 上去以後 啪啪 然後就開始 踩 時間到了 比如說 踩個 30分鐘 啪啪 通通要上船 然後就 再拉回來 噢 所以這是在 河湖那邊 然後這是 在 大陸那邊 他們就是 所以說 讓他推草 要用人工採 然後這是 我在 東港 那邊 搭船回來 然後我就 去那個 旁邊要留的店 我去看一看 然後 看到這種 這種 菜 然後 在這邊要請教你們 這個圓圓的是 大陸來的 大陸生產的 還是 方方的是 大陸生產 好來 哪一種是 是圓的 還是方的 是大陸生產 圓的 為什麼 因為我猜的 猜對了 記得喔 給你們印象喔 這個圓的 這個是大陸生 大陸生 為什麼 這樣講 我都有 灶湯的 背面的產地 是哪裡 真的是大陸 因為很早以前 跟我指導 叫做出去 你要說 欸 我們問他們說 那你這個是 怎麼去看 大陸生產 跟海鴨草 他說 原來就是大陸啊 光的就是我們 台灣之一草啊 欸為什麼 我就不知道 他剛剛說 為了七雷啊 欸 欸 因為我這個 真的有 我跟你講 造 背面真的什麼 產地是 中文 不只在 澎湖看到 不是在東東 看到 或在西洋 看到的 也是一樣 好 這是龍蜜菜 不是高等食物 那個龍蜜菜喔 這個是 欸 這個是 這是龍蜜菜 你看 這也是台灣 在講龍蜜菜的 就這個樣子 龍蜜菜 我們現在 其實 除了把它用來 當作 萃取洋菜的原料 喔 洋菜 你可以炊取洋菜 做洋菜 動啊 然後也可以當作 九孔的 飼料 喔 這個很好玩喔 我們曾經 我學姐 他就做飼料 他的 用石唇去餵九孔 他的殼 可以綠綠的 用 用這個龍蜜菜 去養他 他的殼就像這樣 紅紅的 假設你用 其實在 我們在日本 或是韓國 他們講鮑魚 其實他們很少用龍蜜菜 他們是用褐雜 褐雜 褐雜比如說 群菜菜他很喜歡吃啊 他的就會變成 我就會比較褐色褐色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 好 好 對不起 這個 原本是去吃飯 你要看到 你要不要 我要龍蜜菜 他也可以用草的 也可以用龍蜜的 齁 其實也是還蠻好吃的 齁 然後再來 羽萊菇 剛剛前面的事情 講的是好爽 這個羽萊菇 為什麼叫羽萊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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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嘿嘿嘿 答對了 真厲害 自己過來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你在 我們在野外 就是他 下雨過後 他特別會長 但是 在這邊 我們是用人工養殖的 你說這是他的樣子 齁 他就在把他 像個菇的那個石頭 然後把這個 當作腫子 然後放下去 然後他就會噴水 讓他可以生長 所以你看他這邊長了 二色二色 他就長得麻麻 齁 那羽萊菇 一般你在外面的 他都做成怎麼樣 就像這樣子 炒蛋 欸很好吃 但是你要 再吃過他的 水餃 你就會覺得 很嚴重 很美味 有機會 我們去 屏東的那個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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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丹 欸 你是萬丹 不是萬丹 萬丹 你吃一口 那會 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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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丹那邊 葡丹那邊 然後他吃了以後 你就會愛上他了 好 再來 就是這個 最近也是很 很古老 pop 綠色的魚子醬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是我在 其實他們在市場就有賣這一種 那個爵掌 就很不同 就在爵掌 然後他們有作業 其實在台灣 在東港水市場他們也有 然後在澎湖 澎科大 他們也有專利 也有在臨 然後他做什麼的方式 你可以好像吃沙拉那樣 然後我這次去澎湖的餐廳裡面 他們竟然是炒蛋 他們說炒蛋 你要把它做成你吃到 所以像這個就是 你要吃到你覺得好像 好像在有那個吃到那個魚碗一樣 會有這樣脆脆的感覺 才是真正的吃到 綠色的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是柳大人 他可以做早練啤酒 好不好喝 有人喝過嗎 哇 這樣就只要我喝過了 看起來不好喝 你看這個綠綠的怎麼不好喝 綠色飲料 然後你看他也有人把它弄成紫色的 你拿過了 你拿過了真的不是那麼好喝 我有喝過說我看這很像 好 那再來你看喔 你的冰淇淋裡面 其實也有藻類叫藻類的免料進去啦 或是牙膏啦 柳漆啦 或是旁邊這個是那個叫什麼 藍髮劑啦 其實都有 然後再來 他也可以跟在昆蟲房子上面 為什麼 這根洗澡粉 你看就塗啊 有什麼可以跟在昆蟲房子 為什麼 然後來 因為那個很臭 很怎樣 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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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啦 怎麼會很臭 沒有味道啦 怎麼會很臭 其實他們用在 黃製昆蟲上面 最主要是因為 你看啊 他這邊又是小小顆了 然後他這裡有一些 次狀的東西 有沒有 然後他的昆蟲的幼蟲 一灑下去爬進過去的時候 就會變成刺床 啊刺床以後他的 骨蟲呢 右蟲的體液跑出來 可能就會死掉了 好 那可以當作徽藥 可以當作液體徽藥 其實非常的好用 而且 營養還非常好啊 所以可以當作 那個土壤的燃機啊 好 好再來 我們的創意加持 其實我們以前有看到一個 那個創意加持比較漂亮 這是我們最近拍的 你可以把它做成卡片 所以是也非常的好 好再來 也可以利用 這些薇藥去生長 生殖藥 好 有沒有 有哪些 有小球藻啊 皂藻啊 葡萄酒藻 細藻 你可以用 這種 原始的 或是用這種 密起來的 管狀的 或是塑膠袋 用大的塑膠袋去養 兩個藥 當然你要做 不同的 逆境 那 那它可以累積油脂才可以去 做 萃蜜 好 另外一個 藻類還可以 做藻類練習 這個是 之前我一直也是在推的 它可能產生能量 而且我用的是什麼 用這種保鮮盒來 你看 用保鮮盒 用燙布 用膠袋 膠膠膜 組裝成這樣的 藻類練習 你就可以量測到它有電壓 你覺得 藻類真的會產生電嗎 當然可以產生電我才可以在這邊跟你們講 它的電壓至少可以到1.4吋 但是 比較不足的 就是它的電流 我那時候做 最高我只有車套5.6吋 所以我會產低 所以我連一個1.5V的 1.5V的燈泡都亮不起來 但是我都告訴學生 你怎麼去想辦法 怎麼去改善 這些你所有的每一個環節 讓它可以真的產生在電 其實在國外的網站 它看起來很簡單 它就把它弄一個勇氣 然後早點趕在裡面 它就接出來 就拋就沒力了 因為那個不是我的東西 所以我不敢在這邊秀 OK 好 那接下來 要告訴你 它也可以來吃而已 這個網站來幫忙 探索跟探索 欸 對不起 上面 不要按 對 是 你看喔 它可以把面窗裡面的亮 花彈抓下來 用隨時的一個過程把它抓下來 抓下來以後 它就會出來以後 變成 變成小蘇打 小蘇打以後 然後 它就會把它導到我們的 藻類養殖池 然後藻類養殖池 然後藻類養殖池 以後 水又可以回收 去做前面的步驟 然後我藻類可以蒐集起來 這整個過程 就是說 才叫做 可以探索跟探索 因為我們是利用藻類的 可以形況的作用 所以才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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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我自己按 對不起 超錯的 好 而且 在這邊的話 就是用藻類來做 其實它有三個優勢 第一個 因為你按到氣體 第一個 有一些氣體 然後就是有溫度的 出來 這是我們課 你可以有二氧化碳 會很出來 然後你又可以利用這些 光環面器 或是我們燃藻類的設分 就可以去做 這個是藻類最佔優勢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這邊 你看 比較顯示 我們從這個編號 一二三四這樣看過去 有沒有 一 我們小小的 再放大 再放到一噸的 再放到道斯噸的 再放到大 二十噸的 然後我們就採收 然後按這一個 謝謝 謝謝 準備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 這個就是 我們在這個 四噸頭的裡面 你看 有沒有 你看什麼 看它在轉動 很搖移 而且重點是 它是轉動 它不是空氣喔 假設是空氣 什麼會不會再跑出去 啊 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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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泡是什麼 我們把它通氣以後 因為我們用小蘇打在這邊游 那小蘇打是什麼 它學生是什麼 它很酸輕啊 然後你游到水裡面 以後 會有什麼 因為它提供它 所以你在通氣的時候 它就會把 哎呦 那這樣跑出去了 那不會等於白搭 等於你做二氧化碳的 固定就沒有用 所以我們是旋轉的喔 那二氧化碳是比較不容易 在地散進去 所以我們在計算 在地散部 我們在天氣的時候 滑滑滑的 滑滑的只会不舒服 看了不舒服 怎么样不舒服 脏的 好啦 看了不舒服 脏的也对啦 对啦 好啦 好吃 不是啦 你看看 你就等一下我秀下去 你就 好 来 噁心的感觉其实也是对啦 好啦 其实喔 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其实它这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蓝蕴长 叫做尾囊长 到水库里面叫大量的花生 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些噁心的味道 但是那个都还好 最主要它是因为它含有一些 可能是神经性的 无处 所以才会麻烦喔 然后再来 我们看一下它赤草 什么叫悠氧化 悠氧化就是你的水体里面营养分太多了 就是因为悠氧化 所以才会造成藻类大量的生长 所以才会叫做水融化或是藻花 所以你看这个是在海边的 你看这红色就是它的 然后它也会造成你看这个鱼都冰濁啊 为什么鱼会冰濁死掉 没有空气 为什么 什么 你只要这样讲 那我解释给你 藻类生长那么多 而且藻类的行光有没有作用啊 而且藻类会产生氧气啊 什么话没有空气 那个藻类有毒 藻类有毒当然也有一些是有可能啊 但是最主要是为什么它会造成这些生物 水质不良也对啦 其实最主要的 因为它这些藻类有些会沉降到底层去 沉降到底层去是不是细菌温解 然后就把那些冷气也消化光啊 就会造成它的缺氧 所以这些鱼的 才会死掉 停滚 好 再来 为什么 不会出雾类的浮池啊 哈哈 这个答案了啦 你可以拿一问了 我可以拿一问 好 这个也是藻类大量的生长 有没有看到 都在海边 你这个是什么 大量的生长 就会造成整个藻类 好 然后再来 在这个地方 在青藻那个地方 其实也是大量的生长 造成藻类 所以那一些海类 就是细菌温 大量的生长 所以它就是大量的清水 然后在地中海 它也有大量 绝藻的大量的藻生 然后它会造成那个船 不是的话 那个船桨啊 脚会卡住了 就能放动了 所以其实对人类的影响 也是很大 然后另外一个 在台湾比较有名的 就是我们讲西施蛇 种类事件 我们说西施蛇 因为西施蛇 最主要是吃什么 它的食物是什么 藻类啊 我们刚才知道是藻类啊 因为在这边的话 你说吃藻类 为什么人会失掉 因为藻类有 吃藻类有没有错 那么西施蛇 为什么没有死掉 所以这就是叫做生物放大球 比如说西施蛇 他可能吃10只就饱啦 对不对 然后火人 可能吃了20只才会饱啊 那是不是 把毒素都累积在人这边呢 所以才会有种类的现象 所以你看他 这个种类现象 会有嘔吐啦 褲蟹啦 噗嘶啦 噗嘶啦 或稍稀东 甚至死亡 就是在我们英国75年的时候 在东北那边发生的 好 好 再来就是就是 我们家庭会水排到南湾 那个地方 造成这种松枣 大量的生存 把山梨胶覆盖了 结果山梨胶的共生胆 就死掉了 他死掉了 他就山梨胶 山梨就死亡了 好 OK 好 再来也关于草类的研究啦 比如说古文区边间的研究 其实以前我上这一条霍华研究船 你上去的时候 从澳洲一直走到台湾 然后再到日本 再到任务之后 再到任务之后 再回到我们再上岸 他在上面你待的火球面 好 这个的话就 我们可以去做采集原心了 好 这个我们的动化生生果汉 好 我们就会根据这些 岩金里面的草类 比如说有些岩金型的 或是那个雨纹型的 你可以去做 跟我们那个 它是属于哪一种的温暖的种类啦 或是 是 寒冷的种类 然后再根据这个 丰富度 然后再去把 比对以后 是不是真的 这个 那个时期真的是冰型 或是暖型 你就可以用这样来做 然后再来藻礁 有哪些是会 藻礁类 藻礁的藻类 比如说这种 合同商户藻 啊 或是这种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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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什么叫他们住 里面那些藻礁 那些藻礁 好 你看到这个 是绿色的 而且这个是合同商户藻 因为这种的 所含的一些 藻礁类的 的构式 跟这种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会比较业 那这个是比较 比较 比较 好 那藻礁 当然我们最 最著名的 就是在 我们是台湾藻礁 那个地方 当然 我们全省其实都有 其实在 台湾南部也有 然后在这边 台湾最年轻的藻礁 大概也有 六千多年 所以有一些 可能 可能也有几万年 的 意思 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叠层死 什么叫叠层死 一层一层 为什么会一层一层 也对啦 也可以啦 你看啦 他真的是 有没有 这是现身的 你看看也是一层一层的 有没有 那这个是 袜石的 已经死掉 永远是真的一层一层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朋友这个 看到吗 你说是不是 不是纱纱礁 不是啦 它是叠层死 然后旁边不是有一块 但是我们把它裹开 真的就不成不成 其他形成的原理 跟这位小朋友讲的 有点类似 但是没有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以后你们有机会参属 就好了 对啊 但你们讲对 是 然后它里面的生物组成 有这些四层的绿藻 九层的绿藻 细藻 还有裸藻 跟绿藻 都有很多 这是现身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些有的 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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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 其实最主要常见的 那个淡水爪雷 大概有这些爪雷 那常见的 海藻的养殖 有哪些 在台湾养的 譬如说 有这种紫菜 那这紫菜 从这种过程 我就不小心讲了 在台湾 有养紫菜 然后再来 冬栖菜 这是在台湾南部 在鱼鱼口湖 或是 那个 安邻那边 他们会用鱼温式的养殖 这种鱼温式的养殖 然后他把它弄到 这个上面岸边 晒干的 这个就是要送到 洋菜工厂去 要吹出洋菜的 假设 像下面这个鱼温 他这个 他只要弄成一包一包的 所以 这个就是要运到 九孔养殖食 那当做四条 所以 台湾其实 近几年 其实九孔养殖食 其实 有一点 把它养到 变成用什么样的方式 住柔环的 或养殖 就是一来一来的 然后他们这样养的时候 什么样 机器过去 就把他拉上来 然后小的门打开打开打开 东西再丢 都丢进去 都丢好了 再降下来 就好像 就好像住公寓一样 然后 这是群 大家 其实最主要 我们还是 准口人 台湾 有两只 公寓业养过 然后金门 马祖特有养 以前都是 手工指导教育 公宗逃过去 他们吃的 最主要就是 跟大陆买的 这是 养的最好的 一次 马拉威 那个醉业舞 马拉威 好 总归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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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我们人家如果在缺乱 所以是见到 我还是敢换身 马拉威 好 希望有机会 你找在 用你五归上去 而且跟我们的生活 真的是息息相当 而且一定要 一定要 互足 再更多的 关心在 找那三个 好 谢谢各位